墾丁大傑夜市攤商預演開放市營運 攤位採間隔1.5公尺的規範 將縮減至總數200攤 僅開放南北兩個出入口 進出採石連制並量測體溫 對微解封開放 攤商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期待又怕傷害 哦 這樣說 哎 如果沒有人 你 人 如果沒有人 也不確定 也會怕 就是為了生活 安全也是要擺第一 哦 安全擺第一 對啊 那個快過不下去了 要剩衣服 這還給你開放也沒什麼有在UK 哦 這樣哦 就暫時也要這樣做 平東省政府交通旅遊處表示 全程約一公里的坦丁大街夜市核心攤販區 人流預計控制在一千五百人以下 每日也會進行緩計傾銷作業 相較墾丁大街的開放 已經十四天加零的高雄市 市長陳其邁表示 高雄還是得試狀況逐步開放 戶外優先 然後在戶內 那戶內假如要開放 也以戴盪口罩為原則 這個是我們高雄市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規劃 那第二個 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所以你要開放前你要管理好 能夠做好管理那我們才開放 對於墾丁大街夜市預演 屏東省政府交通旅遊處表示 如果經過模擬演練 所有相關依據規範更嚴格實施之後 在未來微解封的市營運 應該會比較順利一些 希望微解封貪商生意加減作 也和防疫取得平和 新唐人演的電視李娟榮 台北高雄屏東採訪報導